在历史的长河中,无数文明都曾对待女性不平等,而且以各种形式对她们施加暴力,这些古代的刑罚对于女性来说尤为恐怖,不仅是对她们的身体造成伤害,更是对她们的尊严造成践踏,这些刑罚不仅令古代女性胆寒,甚至在今天仍然让人不忍目睹。 今天就和您深入探讨古代对女性采用的下流的刑罚,揭开历史的阴影,这里是圣历史,欢迎订阅观看。 狄哥与夹哥,凌辱地象征在古代社会,女性的地位常常被压制,甚至表现在刑罚上,其中,狄哥和夹哥是对女性实施的极端刑罚,这些刑罚不仅侵犯了女性的肉体,更是一种精神上的摧残,狄哥顾名思义是将女性的鼻子割去,以此来惩罚她们所犯的罪行,而夹哥则是将女性的脸颊割下,以示警戒,这些残忍的刑罚常常被用来打击女性的尊严, 使她们永远生活在耻辱之中。 戈鼻这种古老不仁道的刑罚,古诗称之为一刑,是中国古代割掉鼻子的一种刑罚,百度百科中有提到,周理,秋冠,思行,正康成柱,意,节气鼻影。 鼻子的缺失或缺子,整个面部的轮廓立体感马上消失,外观上给人一种丑陋甚至猙獰的感觉,鼻子又作为湿润空气感受呼吸及嗅觉的器官,也承担了一定的生理功能,轻者呼吸感觉异常,重者呼吸阻塞肺内压力变化,引起肺功能障碍,最终影响全身心。 鼻子的缺失虽不至于危及生命,但它一方面影响了人的外形及生理功能,另一方面对人格也是极大的摧残,因此,即使合理美观符合人体解剖结构的修复重建就显得急迫而又重要了,历史上有文献记载的最早的鼻成形术就是古印度人发明的。 在古代中国,不仅仅是肩负淫妇才会受到此刑罚,它的实施面在古代中国貌似比古印度更宽泛,也显示了作为一种惨无人道的刑罚,统治者深谙此道,所谓伐身不如伐心,如此便是周代规定,凡处义军命,急于服制度,兼轨道攘伤人者,其行义,就是说,那些违抗国军的命令,破坏规章制度,耗淫偷盗,破坏治安,打架斗殴, 伤人身体者都要受割鼻之行,而受过异刑的人常常被派去守官,因为他们被割鼻之后,一则面貌丑陋,二则受人指点。 不宜在仇人广众中生活,他们自己也不愿待在人多的地方,于是担心接受命运的安排,到偏僻寂静的远处聊此残生,当时京师之外的三官有十二座关门,都是由那些受异刑的人把守,春秋,战国已至出汗, 一刑是一种很普通的刑法,被割鼻者无计其数,此后的历朝历代,一刑也间断地出现在历史长河中,作为中国古代五刑之一,留下了一段段悲惨的血泪史。 历史上最有名的被处以一刑的人是赢钱,此人为秦孝公兄长,赢寺之父,就是秦桧文王的老师。 秦孝公任内重用商样实行变法,变法肯定会触及权贵人士的利益,而且,有些措施刚开始实行时,百姓也有怨言,刚好此时太子受人蛊惑,触犯了新法。 商样认为,之所以新法难以实行,乃上层权贵人士的蔑视,上层人士都不遵守,老百姓自然也上行下效。 如果依据新法,将要惩罚太子,但太子是国君继承人,肯定不能适宜刑法,于是就处罚了监督他行为的老师钱,又以莫行,也就是脸上刺青刻字,处罚了给他传授知识的老师公孙甲,第二天,秦国人就都遵照新法执行了。 其后在商样人大良造的第七年,公子钱又犯了新法,所谓再犯避重法,这次公子钱被处以一刑,割了鼻子,致此外貌上的残缺,人格的屈辱, 公子钱闭门八年而不出,闭门八年不出,可见身心是受到了多么大的伤害,这个迎钱与商样当时的关系可想而知,说紧张都是好听的,那简直是水火不容啊。 秦孝公死后,太子即位,视为秦桧文王,此时的商样在朝中很有威望,深得民心,颇有功高盖幼主之嫌,秦桧文王对商样也不敢忘,估计当年因为触犯新法,两人结下了梁子。 金初登大宝,肯定是其为眼中钉肉中刺,必除之而后快,而作为惠文王太傅的公子钱,人瘾多年,终于等来了复仇的机会,诬陷商样谋反。 后面的故事看历史应该都知道,商样战败死于同地,其尸身被带回咸阳,出以车裂后示众。 蝉足扭曲的美丽在中国古代,蝉足被认为是一种美丽的象征,然而它却是对女性的一种极端身体刑罚,为了追求小而纤细的脚,女性被迫在幼年时将脚步束缚,导致足部骨折,畸形,甚至严重影响行动能力,蝉足不仅是对女性身体的摧残。 更是对她们全力地剥夺,这种刑罚无疑是对女性尊严的践踏,扭曲了古代社会的价值观。 绞刑与火刑,死亡的恐惧除了身体上的刑罚,女性在古代也常常面临死刑,而绞刑和火刑则是最为惨烈的方式之一,火刑是一种残忍的刑罚,女性被活活烧死,以此来威慑其他人。 绞刑能保持尸首完整,算是死刑种类中相对而言较体面的一种了,绞刑可分成一死和勒死两种,一死俗称吊死,是指以绳索将人的脖子吊在半空而死亡的方法,吊死在古代又叫做头环。 勒死是指以绳索勒住人的脖子而使之死亡的方法,正规操作方法为,把犯人跪着绑在一根柱子上,将一个绳套套住颈部,两边各有一个柜子手,把木棍插在绳套里,然后反方向转动,使绳套越来越紧,最后把犯人勒死。 隋阳帝就是被人给勒死的,他在此时说天子死自由法,本想找来赌酒一杯,一喝了结一切,可一时没找着,便自解了炼金,坐着让他人勒死。 安事直乱,唐玄宗带杨贵妃仓皇逃亡蜀郡避难,逃至马为义,军事滑变,杀死民愤极大的杨国中。 又逼唐玄宗杀死杨贵妃,玄宗无奈,便命高丽氏赐他自尽,最后杨贵妃被勒死在驿馆佛堂前的离树下,死是三十八岁,九重成雀阉尘生,千成万骑西南门,翠华摇摇行复旨,吸出都门百余里,六军不发无奈何,婉转峨眉马前死,花殿尾地无人收,翠巧金雀与骚头,君王眼面就不得,回看血泪香祸流。 杨贵妃的死,尹德文人默克至今永叛,此外,前秦的福坚,金的完颜亮,明的贵王等,都是被勒死的,中国古代的绞刑,以勒死为多,上吊则多为自杀手段。 那么,在古代违反了哪些制度,会被判处绞刑呢?唐律规定,告祖父母,父母者,处绞刑,又规定,不娶逼告主人,非告谋反逆判罪,一律处绞刑,到唐代时出现了强奸,轮奸等罪名。 在唐代犯了强奸罪,是有可能判处绞刑的,唐代的强奸罪,按其犯罪行为的轻重和依尊卑,亲疏等加以区别,处罚较严厉。 譬如,诸翁七奸男父,诸男七奸一男父,居父母丧儿七奸父妾,主七奸奴,君士情节轻重,亲疏等处以障,吃,直至处死,对后果严重者加重处刑。 如强奸未成者,处以杖刑,后果严重,则处以绞刑,三男强奸一父为轮奸,皆处死,到明朝时,偷东西三次,就可判处绞刑。 明代法律在重点治国思想的指导下,对妾道的处罚较以前重,大名律,贼道规定,偷的东西,价值120罐以上的,就要是情节轻重,决定是否判处绞刑。 另外,明律对窃道的人,也会使用肉刑,出犯要再起右胳膊上次窃道,二字,再犯,刺左胳膊。 三犯者,判处绞刑,成划19年时,南京就有过三犯窃道,祭葬满百贯而被处以绞刑的势力。 这些刑罚不仅摧毁了女性的生命,更是对她们的人格和尊严进行的最后践踏,回顾这些残酷的刑罚历史。 我们不能仅仅陷入愤怒和谴责之中,更需要从中反思并汲取启示。 这些刑罚的存在并非纯粹是古代社会对女性的歧视,而是反映了当时的文化、价值观和社会结构。 然而,现代社会已经取得了许多进步,我们应该将这些残酷的刑罚视为历史的警示,以避免重蹈覆辙。 现代社会对待女性的进步是显而易见的,妇女权益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保护。 然而,我们也必须正视现实中存在的问题,如性别歧视、暴力对待女性等,我们需要继续推动性别平等的进程,建立一个公正、暴容的社会环境。 古代女子所遭受的刑罚确实令人震惊和不安,这些刑罚的存在凸显了当时社会的不公和残酷。 然而,我们要以这段历史为鉴,警惕现代社会中可能存在的性别歧视和暴力问题。 通过进一步的教育和倡导,我们可以建立一个更加平等、尊重和包容的社会,让每个女性都能够在自由和尊严的环境中生活。 对此,你怎么看?如果您喜欢这期视频,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探讨,这里是圣历史,订阅我,和你分享不一样的历史故事。